大家好,我是Mr.Emmon So 今天會來跟大家說 S3的Flip Classroom Exercise 5D 期望值 這次是Part 2 我們之前的影片 由於看了比較困難的公式 我們這次可以先看更容易的公式 如果某事發生的確率是P 在N次重複的試驗中 我們可以期望該事件發生 會是N、P這麼多次 就這樣看這個 我們又覺得比較抽象 我們看一些實質的東西 例如小美的書架上高放了23張CD 其中16張是古典的音樂CD 如果小美每天都從書架 隨意選出一張CD來播放 試估計她在4月播放的 古典音樂CD的日數 好 好 我們先想 如果她在32張CD裏 隨便抽16張古典的音樂 其實這個概率是二分之一 好 每一天 有二分之一的機會 你會抽到古典的音樂 那麼30天 我們就說 拿這個30天 去整個概率 去猜 原來我們有15天 就會是聽古典的音樂 OK 那麼這個 N這麼多次去玩 這個抽獎的遊戲 我們就叫做N次重複試驗 OK 我們其實比較近似 就是百分數的想法 30天裡面 平均來計 應該每兩天 我們就會 有一天聽古典的音樂 這個只不過是我們的 推算 OK 所以這種我們就叫做期望值 我們期望 15天會發生這件事 OK 好了 到你去嘗試做這個即時練習了 我們POSTDRAW一面 你搞定之後回來找我 好 謝謝大家嘗試 我們審一審題 即時練習 爸爸下班時買雪糕回家的概率是0.1 如果爸爸每月需工作20天 試估計爸爸每月下班時買雪糕回家的次數 好了 該買雪糕的次數 我們玩多少鋪呢 其實我們就是玩20鋪的 所謂的N就是20 玩20鋪 OK 那如果一鋪是0.1 20鋪我們就把20乘0.1 OK 我們計算到就是兩天 這個是估計 就是透過概率去估計 這些其實是期望值的計法 我們期望有兩天 OK 總數20天裡面其中的0.1 即是0.1的部分 那就是10% 我們就20乘20% 都是計算到兩天的 OK 好 那我們再看看另一條 好了 例題2 在一場排球比賽中獲勝和賽和分別可得5分和2分 而落敗則沒有得分 遵遵中學估計他們下一場比賽的獲勝賽和和落敗的概率分別是0.3 0.5和0.2 求他們在下一場比賽的期望值 好了 如果幾個結果都有 那幾個結果我們都是要去考慮的 那我們其實就是在講這一條的定義 好了 譬如說有一個變量 我們叫做N 它有幾個數值 OK 那譬如是得分 這個變量我們叫做得分 得分有幾個可能的 得分有5分 2分 甚至乎是0分 那他們有它的相對的概率 OK 那我們就嘗試 每一項我們都嘗試成了它 然後加上它就是期望值 那就是在Part1那裡 我們解釋那條式 那現在我們就不會解釋條式 我們就會直計 OK 那我們就嘗試 5分 好 那5分出現的概率就是0.3 OK 那就是5乘0.3 那2分出現的概率就是0.5 那就是2乘0.5 那至於沒有分出現的概率就是 即是落敗 它是0.2來的 那就是0乘0.2 那我們由於幾個機會 都有可能也是得分的情況 那我們就會把它加上它 OK 那得到就是2.5分 好了 那現在就到你去做即時練習2 那麻煩大家Post 畫面 然後回來 好 那很多是大家的嘗試 那我們又一起審題 在一場足球比賽中獲勝和賽和 分別可得3分和1分 落敗則沒有得分 恆狠中學 估計他們呢 在下一場比賽中獲勝賽和和落敗的概率 分別是0.5 0.4 以及0.1 求他們下一場比賽得分的期望值 那這個得分就是之前所說的變量 那我們現在就馬上寫該期望值 那3分就乘回3分的概率 跟著呢 就再加1分就乘以1分的概率 跟著呢 就再加以0分 再乘以0分的概率 OK 那這裡呢 我只是希望詳細解釋一點 那 有時呢 你一定是這樣寫的了 就直接呢 就把那個出現的數值 就乘回它出現的概率了 那譬如1分出現的概率是0.4 OK 0分出現的概率呢 就是0.1 所以呢 最後呢 那個得分就是1.9 那就是說呢 下一場比賽呢 我們呢 就是 研究過了它拿3分1分和0分的可能 那得出呢 我們期望呢 即是平均值 期望呢 就是1.9分的拿回來的 OK 那這個就是期望來的 就是從我們已知的概率裡面 去猜測下一次得分的 那由於三個情況都有可能 所以我們要全部加了它 好 那謝謝大家收聽了 拜拜